台湾最恐怖的十大游乐设施 断轨列车指排第三 第一名游客大小便试尽 你敢尝试吗 如果说有什么能比谈恋爱 更加的让人心潮澎湃 那么游乐场位的极限游乐项目 必然是其中之一 从惊险刺激的云霄飞车 到垂直降落的高楼跳跃 无一例外不是欢乐与心跳的完美结合 而在全台湾超过20家的大型主题游乐园 数以百计的刺激项目当中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心跳之王呢 今天就跟着世界之最透 一起来看看 有网友们票选出来的 台湾十大最恐怖游乐设施 想象一下 你坐在一个神奇的座位上 它能在短短几秒内 将你从静止加速到 时速超过100公里每小时 这不仅仅是速度的飞跃 更是对心脏承受能力的极限考验 在那一刻 你会感受到一种仿佛被时间拉扯的错觉 周围的世界变得模糊 只剩下耳边呼啸而过的风声 和心中那份难以言喻的兴奋 这里就是一大世界的天旋地转 天旋地转的最高点 高达53米 相当于18层楼的高度 当你坐在位置上 慢慢爬升到这个高度 整个过程仿佛是在给你时间调整呼吸 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疯狂体验 一旦达到顶点 乘坐的位置会以惊人的速度俯冲而下 最高时速可以达到110公里每小时 这种速度让你在短短三秒钟内 就能从静止状态加速到110公里 约等于33米每二次方秒的加速度 比地球重力加速度更大三倍 感受那种仿佛被火箭发射出去的推背感 天旋地转能让你在短短两分钟的时间里 体验到各种急转弯 俯冲和倒转 特别是轨道上的六次360度旋转 让你彻底感受到天旋地转这个名字的真正含义 有些游客甚至会戏称它为肾上限速炸弹 因为它能瞬间引爆你的肾上限速 让你从头到脚都感觉到血液在奔腾 还有人把它叫做失重体验器 因为每次俯冲和倒转都会让你有一种失重的错觉 仿佛整个人漂浮在空中 乘坐天旋地转是一种全身心的挑战 从你排队开始 心跳就开始加速 等待的时间仿佛在拉长你的紧张感 当你终于坐上座位 紧紧抓住安全栏 缓缓上升 你会感觉到一阵宁静 仿佛一切都在未及将到来的疯狂做准备 到达顶点的短暂停留 让你有机会俯瞰整个乐园 但这一刻的平静 很快就会被突然的俯冲打破 风在耳边呼啸 景物模糊成一片 所有的紧张 害怕和兴奋在这一刻达到了顶点 当然 挑战天旋地转也有一些小贴士 对于那些有心脏病 高血压或者孕妇来说 这样的刺激并不适合 而且上车前 一定要检查自己的口袋 确保没有容易掉落的物品 比如手机 钥匙等 以免在高速俯冲中飞出去 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导 系好安全带 保证自己的安全 第九名 UFO历险 把UFO搬到地球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如果你来到九族文化村 或许就能感受到 这一股仿佛来自科幻电影中的神秘力量 UFO历险 被誉为全台最大的自由落体设施 总高度达到了惊人的85米 差不多相当于28层楼 比全台湾的其他同位游乐设施 更高20到30米左右 最多可同时搭载40人乘坐 你能想象 被以每秒加速到90公里的速度 弹射出去吗 UFO历险的加速度能达到4G 这意味着 你会感受到 比平时更大4倍的重力压迫 就像是被火箭送上太空一样 这种瞬间的急速提升 让人几乎无法呼吸 只能紧紧抓住扶手 闭上眼睛 但真正的刺激 才刚刚开始 当UFO载距缓缓旋转攀升至顶点 360度的全景视野 让你仿佛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之中 四周的景色尽收眼底 然而 就在你沉醉于这绝美景象之时 UFO突然巨匠 以重力加速度之时 重返地面 下降速度最高可达时速105公里 这种超乎寻常的速度感 让你的肾上限速瞬间飙升 仿佛真的在太空中自由落体一般 在这一过程中 你的感官会被彻底颠覆 比如说 当你以高速俯冲时 忽然之间一阵喷雾会从轨道两侧喷出 仿佛在经过一片神秘的外星雾矮 此外 整个设施还配有震撼的声光效果 在你经历急速飞行的同时 耳边会传来激动人心的音乐 和仿佛来自外太空的怪异声音 让你感觉自己真的置身于一个外星世界 因此 有人说它是星际穿越的门户 每一次运转都能带领游客 穿梭于不同的星际之间 也有人说它是勇者的试炼场 只有经历过这场挑战的人 才能被称为真正的星际勇者 想象一下 你瞬间被传送到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四周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 阳光透过密集的树冠 洒下斑驳陆离的光影 但在这片看似宁静的土地上 隐藏着无数令人敬畏的史千生物 恐龙 而你 即将从这些凶猛的巨兽中穿梭而过 或许一瞬间就成为了它们的盘中餐 这是多么恐怖的场景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 威尔蒂诺飞越恐龙谷 有人可能会说 既然明知道恐龙已经灭绝了 又怎么会对虚幻的恐龙产生恐惧呢 其实不然 即便是已经知道了这个真相 但借助先进的虚拟现实技术 你将能够感受到恐龙们呼吸时的热浪 奔跑时引起的震动 甚至是它们庞大的身躯 在你身边掠过的震撼 这种身临其境的体验 让你不由地散发出恐惧 在威尔蒂诺飞越恐龙谷中 你的飞行器将带你体验前所未有的高速飞行 以每小时超过90公里的速度 穿梭在密林之间 那是一种怎样的速度与激情 在某些特定的飞跃点 你的飞行器将带你攀升至70米的高空 让你有机会从上帝视角 俯瞰整个恐龙谷的壮丽景色 那一刻 你将不再是渺小的存在 而是与这片古老土地并肩的巨人 感受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和恐龙世界的磅礴气势 但接下来 随着飞行的加速和俯冲 你将体验到令人惊心动魄的失重感 仿佛从高空自由落体 心跳加速 惊呼连连 仿佛时间都在这一刻凝固 你只能感受到耳边呼啸而过的风声 以及下方恐龙们好奇或警惕的目光 Verdino飞跃恐龙谷的赛道 设计的既曲折又漫长 这意味着 你将在这段漫长而又紧张的旅程中 持续不断地接受着恐惧和速度的考验 从霸气的霸王龙 到温顺的三角龙 从敏捷的迅猛龙 到巨大的膝脚类恐龙 每一种恐龙 都有其独特的生态味和生活习性 你的神经将紧绷到极限 每一次呼吸都显得那么沉重 生怕一不小心 就会成为恐龙的盘中餐 不过 正是因为其刺激性 为安全起见 项目规定 身高110公分以下 190公分以上 或体重高于100公斤以上者 禁止体验此项设施 当然 患有高血压 心脏或血管病变 颈背部疾病或颈椎 脊椎曾经受伤 以及孕妇 酒醉 身体不适者也被禁止 参加此项游戏体验 第七名 老游颈 如果是第一次听到老游颈的名字 可能会以为 这是一口历经沧桑的颈 但事实上 老游颈的真面目 与其名字大相径庭 它是台湾新竹县关西镇六福村主题乐园的一个独特的项目 一旦你坐上老游颈 首先感受到的将是那巨幅的摆荡 想象一下 你仿佛在六层楼高的地方悬挂着 摆动的幅度之大 让你感觉自己像一只被风吹动的鞦韆 在这个高度上 你会感受到从高处俯冲而下的无重力感 那种离地的感觉简直令人惊心动魄 你每一次摆动都如同跌入深渊 重力的强烈拉扯 使得你瞬间失去了地面上的稳固感 接下来的加速则是一种彻底的身体挑战 老游颈的设计让你在旅程中 体验到高达3G的重力加速度 这意味着你会感受到 相当于自己体重三倍的压力 每一次加速都仿佛是一股强劲的力量 将你推向空中 那种猛烈的加速感 不仅让你觉得自己在飞驰 还让你体验到一种被抛向虚空的极限感 你的身体会被推挤得几乎无法移动 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你的脚下旋转 设施中还包含了360度的旋转 这一环节将让你在前进和后退之间快速变换 体验到强烈的离心力 你的身体会在空中被旋转的迅速而剧烈 每一次旋转都像是在与时间赛跑 方向的不断变化和加速度的增加 将使你感受到空中翻转的快感 这种旋转会将你推向四面八方 让你几乎失去方向感 仿佛被宇宙中的力量控制着 由于项目的惊险刺激 心脏病 高血压 脊椎颈手部问题 骨质疏松症者 容易晕车运船 孕妇 装有抑制者 65岁以上长者 身心不舒服者都被禁止参与这项活动 不过即便是一切都十分健康的人 做完这一趟旅程 也免不了感到天旋地转 眩晕无比 甚至可能还会发生呕吐的情况 因此在参加这项活动之前 还是尽量别吃东西了 免得成为垃圾桶的常客 第六名 火山历险 2016年1月30日 一名网友与家人到新竹的六福村主题游乐园游玩 没想到在搭乘火山历险时 独木舟竟然卡在高达15米半空 距离下坡处仅剩几公尺的距离 直接上演游乐园惊魂记 惊吓指数直接破百 毕竟这个项目的惊险程度简直是惊心动魄 更别说在此处故障了 火山历险是六福村主题游乐园的一个机动游乐设施 于1995年正式营运 乘客将乘坐独木舟 穿坐于火山口内 经过急流 瀑布 漩涡等刺激的设施 想象一下你坐在船上 眼前是一座巍峨壮观的模拟火火山 它似乎随时都会从沉睡中苏醒 喷发出千年的热情与力量 但别怕 因为这正是你即将踏入的刺激之旅的起点 踏上那辆专为火山探险设计的神奇船只 你就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 瞬间加速 最高加速度可以达到3.5G 船只在黑暗的隧道中急驰 简直就像是猎豹在草原上全力冲刺 让你的心脏也跟着这节奏狂跳不已 随着船只不断深入 你将穿越一条蜿蜒曲折的火山通道 这条通道的总长度超过200米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迷宫 充满了未知与挑战 沿途 急流 瀑布 漩涡层出不穷 让你仿佛置身于真正的野外 每一次转弯都充满了惊喜与刺激 让你的神经时刻保持紧绷状态 但真正的刺激还在后头 当船只缓缓驶向火山口的边缘时 你将会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 火山口飞跃 在距离地面约三层楼高的地方 船只以一种近乎垂直的角度瞬间下降 那一刻 你仿佛悬于深渊的边缘之上 耳边是呼啸而过的风声与水声交织成的交响乐章 让你的心跳加速到了极点 第五名 飞天潜艇G5 今年六月 云林剑湖山游乐世界传出 飞天潜艇G5疑似因为电力问题发生故障 16名游客卡在65米的高空 直呼超级恐怖 心脏会跳出来 好在最终游客们小心翼翼地 沿着近90度安全工作梯走了下来 并没有造成伤亡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项目 为何仅是电力故障就造成人心惶惶呢 飞天潜艇G5的轨道总长度达到384米 仿佛一条巨龙蜿蜒在乐园之上 蓄势待发 启动的那一刻 140千码的强大马力 瞬间将你推向65米的高空 相当于22层楼高 那高度足以让你俯瞰整个乐园的壮丽景色 却又在下一秒 让你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紧张与期待 但真正的刺激才刚刚开始 当飞天潜艇G5以110公里的时速 伴随着超越人体极限的五个G重力加速度 垂直向下俯冲时 你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紧紧束缚 却又在瞬间被释放 自由落体的快感直冲脑海 这种加速度 足以让你的心脏提到嗓子眼 却又在刺激与恐惧中 找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快感 当然 飞天潜艇G5的刺激体验 不仅仅局限于速度和高度 它的设计还融入了各种巧妙的元素 比如突然的倒退 意想不到的旋转和翻滚 每一个细节都精心设计 只为了让你体验到最极致的刺激 每当你以为已经适应了它的节奏 它总会给你一个出其不意的惊喜 让你惊呼连连 这个惊险刺激的过山车 也因此有了许多有趣的民间叫法 例如 有人称它为心跳加速器 因为每一个乘客在下车时 都能感受到心脏剧烈的跳动 还有人戏称它为尖叫机器 因为在乘坐过程中 你会听到自己和周围乘客 此起彼伏的尖叫声 这种声音混合在一起 成为一种独特的背景音乐 第四名 大怒神 27岁欧阳姓女工程师 在2022年间到六福村游玩 期间玩了大怒神游乐设施 没想到竟因此不至身亡 明明是一项娱乐项目 为何会造成如此可怕的后果 大怒神是六福村一项 超速自由落体游乐设施 想象一下 你刚坐上座椅 下一秒 一股强大的力量 便猛然将你推向未知 大怒神的加速度 简直是自然界中速度之王的翻版 瞬间可达每秒15米 这笔猎豹从静止到 全速冲刺还要迅猛 让你的身体 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紧紧攥住 然后又猛然释放 那种失重与加速的交替 简直是对感官的极致挑逗 这不仅仅是一场短暂的冲刺 而是一场恐惧的漫长征途 带你穿梭在云端与深渊之间 每一米的滑行都是对勇气的考验 你将在这条轨道上经历从光明到黑暗 再从黑暗到光明的轮回 但最让人胆寒的 莫过于大怒神的最高点 与最低点之间的巨大落差 当作一位置缓缓爬升至最高点 你仿佛站在了世界的边缘 脚下的世界变得如此渺小 而就在你秉息凝视的那一刻 它突然如脱缰野马般俯冲而下 那一刻的加速度与重力加速度合力作用 让你的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膛 关于大怒神 曾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恐怖说法 即一个长头发的女生 在乘坐时因头发未绑好 而被卷入机器 导致头皮被扯裂的惨剧 然而 这一说法已被六福村官方辟谣 并指出 除非游客头发长达两三公尺 否则并不会被卷入机器 不过 即便这件事并不是真实的 但要知道 大怒神最高点与最低点之间的高度差 达到了惊人的53米 这几乎是一栋17层楼的高度 想象一下 从这样的高度自由落体 那是何等的刺激于可怕 第三名 抢救地心 在充满欢声笑语的利保乐园里 有一个让人既爱又怕的明星项目 抢救地心 别误会 这可不是真正的地心探险 而是一场刺激到心跳加速的云霄飞车之旅 是全台唯一的断轨列车 同时也被戏称为 全台湾妈妈叫的最凶的地方 想象一下 你正坐在抢救地心的座位上 随着低的一声 飞车缓缓启动 突然间 飞车以一种近乎垂直的角度冲向天空 达到了惊人的90度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根据乐园的官方数据 这一瞬间的加速度 足以让你的心脏瞬间加速到每分钟150次以上 相当于你跑完一场百米冲刺后的心跳水平 这样的刺激 对于寻求心跳加速感的冒险家来说 或许还能够接受 但对普通人来说 可能就是窒息的代名词了 项目的总高度接近50米 其中包括35米的地上部分和4米的地下部分 在乘坐过程中 乘客将经历四周旋转两圈半的急速旅程 这种旋转运动产生的重力加速度可高达4.5G 这意味着乘客在游玩时会感受到 比自己体重高出四倍半的重力压迫感 为了增加刺激感 该项目的速度最高可以达到时速94公里 这种速度带来的风驰电车的感觉 无疑会让任何寻求极限体验的乘客感到心跳加速 如果你不幸在飞车达到最高点时 遇到了安全机制的启动 还可能会在半空中停留长达10分钟之久 虽然乐园方面会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确保每位游客的安全 但那一刻的煎熬足以让你冷汗直流 在经历了等待轨道连接的紧张时刻后 乘客将迎来垂直降落的急速体验 那一瞬间 项目的设计确保了在从高空俯充的过程中 乘客会体验到前所未有的重力和加速度变化 仿佛在瞬间突破了地心引力的束缚 一度挑战了人的心理极限 第二名 孝傲飞鹰 2013年4月 一名无姓少女达成孝傲飞鹰后 出现各种不良症状 原方虽紧急将她送医急救 但仍宣告不治身亡 可想而知这个项目是如何惊险 这座由瑞士顶尖公司B&M精心打造的悬吊式螺旋云霄飞车 自2001年落户六福村以来 便以其独特的U型滑轨和惊人的速度 成为了亚洲乃至全球的最刺激游乐设施之一 孝傲飞鹰 现在是世界唯一一座U型滑轨悬吊式螺旋云霄飞车 它的轨道全长达190米 宛如一条巨龙蜿蜒盘旋于半空 而它的最大落差更是达到了惊人的56米 相当于从19层楼顶一跃而下 光是想想就足以让人双腿发软 但最让人胆寒的 莫过于那瞬间飙升至122公里的时速了 这速度简直比高速公路上的跑车还要快上几倍 仿佛是要起飞 随着咔嚓一声 安全带将你牢牢锁住 紧接着 一场前所未有的加速冲刺开始了 你的双脚悬空 身体随着车辆以360度的螺旋翻滚直冲云霄 紧接着又是一个90度的垂直辅冲 那种失重与加速交织的感觉 简直让人分不清是天堂还是地狱 但这还不够刺激 笑傲飞鹰不仅有急速的直线冲刺 它还设计了多个急转弯和翻滚环节 确保你在整个旅程中始终保持紧张的状态 你将经历三次令人尖叫的翻滚和四次急速的转弯 每一次都像是在挑战你的勇气和胆量 随着过山车在空中旋转和翻转 你的视线会被高空中的急转弯和低空的俯冲所震撼 笑傲飞鹰的轨道设计巧妙 让你在感受到速度和高度的同时 还能享受独特的视觉冲击 每一次的翻转和旋转都将挑战你对恐惧的极限 然而 正是这份极致的刺激与恐惧 让笑傲飞鹰成为了无数冒险家心中的圣地 据统计 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慕名而来 只为亲身体验这一场可怕却又难忘的冒险 第一名 尖叫无底洞 在炙热的夏季 剑湖山世界主题乐园成为了消暑的绝佳去处 然而 在这座乐园中 有一项设施无疑是让人肾上限速飙升的绝对明星 尖叫无底洞 这个全台唯一的水上极速自由落体设施 不仅在网友票选中 荣登全台湾最刺激游乐设施中的第一名 更成为了台湾夏季水上娱乐的标杆 让每一位勇敢的挑战者都感受到心跳加速的极限快感 这个设施由德国公司精心设计和制造 它的外观可能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一旦你站上发射台 整个人的感觉将完全被颠覆 从三层楼的高处俯瞰 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你脚下展开 设施的总高度达到了13.78米 整条滑道全长78.10米 这个高度足以让每一位游客在短短的几秒钟内 体验到从高空垂直落下的惊悚感 特别是在你站在发射台上 随着倒数计时的结束 整个世界似乎都在等待着一场速度与刺激的盛宴 当尖叫无底洞的内线板突然收起时 游客将会以2.5G的加速度瞬间垂直滑落 这种急速下滑的感觉如同疾风掠过 带来一种强烈的失重感 让你仿佛飞越过天际 每秒7.8米的滑行速度 使得你在短短的10秒钟内感受到急速的冲击 体验一种独特的肾上限速狂飙 在整个滑行过程中 你会穿越360度的旋转滑道 感受那种目眩神秘的光影变化 仿佛置身于一个高速旋转的虚幻世界 那种快速下滑的感觉让人甚至来不及尖叫 仿佛一切都在飞速中消逝 让其被誉为保时捷的速度感 游客们常常会发现自己在落地之前 根本没时间发出声音 只能呆呆地感受那种从未体验过的刺激和可怕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不知道今天介绍的这10个台湾最危险的娱乐项目 哪个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欢迎在下面评论区告诉我们 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加订阅 以及分享给您的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